我們繼續練習 好不好我們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直接比 安培右手進手 第二個呢 是用看 那個會有一個小技巧 後面再說 再來就是反而 倒過來問電流方向 我們如果 如果定指面的右邊是 東方前面是北方 然後 安培右手定折 電流由東向西 大拇指朝左 然後彎一下 然後呢上方在 上面所以呢 就是切線就直向前面 這個前面就是我們說的 北方所以答案就是向左 OK 倒過來 現在有個腐式 腐式電流由下而上 然後呢 周圍的指朝方向 移 我們是出指面 叫做由下而上 然後所以就移下 看它怎麼轉 大腹怎麼轉呢 逆時中 所以指朝方向就是逆時中方向 指朝方向就是逆時中方向 OK 好 再來 改問電流方向 那這個方法呢 有一個方法就是 反正它南北向的指導性對不對 所以電流只有由南向北 或由北向南 你就這樣 我就比 我就比由南向北 看它跟它起的一不一樣 一樣不對 那 附越軟就是 反過來就好 這樣子你可以 比如說你不是直接比的 你是用 假設它由南向 或講到由北向南 然後比完 看它跟它起的一不一樣 一樣就對了 背後就是改怪到好 這也是個方法 好 我們說 指面的右邊為東邊 指面為北方 然後安培右手的定律要比這樣 這樣子的話 上方指針才會向東邊轉 這樣才會邊轉 它 也就是你的在上面的手指 切勢要指向東邊 這樣繞 接下來我們知道是由南向北 由南向北 OK 不是立體 好 接下來換各位 好 這個 這邊呢 幾個題目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要注意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要注意 怎麼會有三題 這樣題都有同樣的問題要注意 好 請問你 N級指向哪裡 N級指向何方 少數題目會問你S級 這裡就是正常問的是N級 可愛小女生二號 你說東方 東方喔 你說向東 有人喊向西耶 答案呢 你選的叫做東方 來 這裡有什麼小問題要注意 他給的是誰啊 他給的是誰啊 電子 由南向北 可是我們安培有時候比的是誰啊 電流 電流應該 要跟電流的方式相反 所以表示電流是由北向南 所以我們把上面 叫做北邊 前面叫北邊 然後呢 在下方 然後呢 我們比 電子是由南向北 所以表示電流是由北向南 就是重點 Keyword 所以就比一下 發現了在下方的 繞切線應該指向的是哪一邊呢 右邊 右邊是東邊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向東 OK 下一小題 跟剛才一樣 問你什麼時鐘 跟剛才一樣 要注意的事情 跟剛才是一樣的 我們找一位大帥哥 帥哥 U U 34號有來嗎 34 C A 還是B 啊 順 你做 你選的叫做順 一樣 這裡有個電子流跟電流 電子流向上 電流是向下 我們把入紙面 入螢幕 叫做向下 所以你就開始比 你看他那個手指頭彎的 叫做順時鐘 所以他按順時鐘方向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也是一樣 改問電子流方向 電子流方向 那請問你 大家應該是誰啊 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 小女生 3 3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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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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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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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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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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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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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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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